香氛苗法是来自大地的绿魔法 让我来翻翻女巫的日常精油魔法书 今天我要带给你的芳香祝福是 胡椒薄荷 好运加分的新作有 水瓶座 白羊座 双子座 处女座 胡椒薄荷是绿薄荷和水薄荷的天然杂交种 它的种名源自拉丁文 也就是胡椒的意思 因为它的味道有一点像胡椒 胡椒薄荷是很受欢迎的一种庭园植物 高度鉴于12到36寸之间 叶片呈深绿色 叶面有向下凹陷的叶脉 边缘有锯齿 花朵细小 由紫色 粉色或白色 开在金枝顶端成轮状排列 胡椒薄荷精油 使用胡椒薄荷的叶子 以水蒸汽蒸溜发萃取而成 色泽介于浅黄到淡绿之间 质地稀薄 保存期限约2到3年或更久一些 在怀孕期间应该避免使用 可能会造成皮肤疼痛发炎的现象 有高血压的人士应该避免使用 不适合用于顺势疗法 应适量使用 不宜用于12岁以下的孩童身上 胡椒薄荷精油有浓烈的薄荷味 以及微微的樟老味 适合和它搭配的精油包括 油加利 冷山 杜松浆果 薰衣草 柠檬 柠橘 绿花白千层 松树 和迷迭香 胡椒薄荷精油具有抗菌和收敛作用 因此很适合油性肌肤 或偶尔会长豆子的中性肌肤使用 你可以用一小匙摸得很细的燕麦粉 2到3滴基底油 和1到2滴胡椒薄荷精油 做成脸部磨砂膏 用来轻轻的按摩脸部 然后再以温水冲洗干净 胡椒薄荷也可以让暗沉的脸部肌肤变得明亮 若要缓解晒伤或肌肤轻微发炎状况 可以用2盎司水 2分之1小匙基底油 2滴胡椒薄荷和各2滴的盐兰草和罗马洋柑橘 做成喷雾 只要把所有材料放进一个喷瓶并且摇匀就可以食用了 或者 你也可以把1滴胡椒薄荷加入2大匙芦草胃胶 中 用来涂抹换布 胡椒薄荷很适合油性或干性的头皮 也能抑制头皮屑 此外 它也很适合用来制作提香剂 胡椒薄荷精油能够提升醒脑并改善情绪 当你面对人生中重大的转变或感觉精神衰弱时 可以用等量的胡椒薄荷 迷迭香和柠檬阔香 在能量方面 胡椒薄荷可以活化太阳轮 头轮和眉心轮 在灵性方面 它能够帮助你传送祈求疗愈的祷告 在施行蜡烛魔法时 你可以用胡椒薄荷招来好运和富足 此外 它也能帮助你去除所有你不想要的事物 用胡椒薄荷薰香可以达到蛆虫的效果 你也可以用胡椒薄荷 小苏打 薰衣草和柠檬精油 锁成香袋 放在收藏床单和整套的橱柜里 若要防止肚蛾和其他各种昆虫入侵 可以用胡椒薄荷再加上月桂叶 如果家里有老鼠 你可以在鼠辈可能出入的地方 放几个沾了胡椒薄荷精油的棉花球 在风水方面 胡椒薄荷可以用来促进家中能量的流动 这是今天的香氛母法分享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远精油帮助你好好关爱自己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